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這個小時我們請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大家好 寒冰哥今天有一件事情 應該說是一個小新聞 不過這個新聞雖小 可是整個輿論界可以說是炸鍋了 我好多的群組 還有網路上很多人 對這件事情發表評論 怎麼回事 聽說經紀人是他媽 我不曉得 他媽媽是傅娟 老牌藝人 他也是藝人 他應該很了解 他還當過里長的 他應該很了解這種政治敏感性的 我必須講做一個藝人 最好不要碰觸政治 因為碰觸政治 由於在兩岸這麼敏感的時候 這麼錯綜複雜的情況下 你不是自找麻煩嗎 可是他的經紀人幫他決定的 我相信這不是他自己決定的 一定是經紀人去接洽 你要去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上面 去唱我的祖國 老實講我的祖國 那個歌詞我還特別去看 其實內容沒有什麼 內容就只是歌頌一下 就是江山什麼這些東西而已 可是問題是 這本身是有他的政治敏感性的 所以我必須說 這件事情會炸鍋 我一點都不意外 那現在有人說 是不是要罰他50萬 那有人說 是不是要註銷他的國籍 那我個人覺得 註銷國籍是有點嚴重的 那可是我必須講 第一個 你經紀人本身 你到底是怎麼考量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下 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那第二個我也必須說 其實對歐陽娜娜 個人來講的話 我講一句比較公立比較商業的話 其實搞不好他因禍得福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現在這麼多人圍繳他 那反而會什麼 會造成對岸的這些網友 甚至一些歌迷 會大力的支持他 所以也許他會因為這件事情 反而在對岸發展得更好 但是我也必須說 今天如果你認為 你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如果讓娜娜還珍惜 這個國民的身分 那我是覺得以後 盡量不要去碰觸這種東西 這個是至少麻煩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覺得 中華民國的國民的身分 對你來講不是那麼重要 你覺得你的演藝事業 發展比較重要 那我建議你要不要直接入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子以後就不會有這種困擾 大家也都方便 是 文化部還有陸委會說要罰 要罰歐陽娜娜 最新的情形連線記者劉采薇 藝人歐陽娜娜準備在大陸的 十一國慶特別節目上面 跟其他中港澳的藝人 合唱我的祖國 現在也引發了爭論 那麼現在文化部還有陸委會 都說要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開罰 我們就來聽一下 主管機關文化部他們的說法 針對歐陽娜娜的事件 現在文化部會怎麼處理 會懲處嗎 還是會開罰 這個有關單位還在 那個收集一些市政當中 會用哪一個法條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哪一個 因為它是屬於唱歌 那這樣是涉及有危害國安嗎 這個有關單位在做研究 所以現在文化部是有在要做查處 沒有 要等到市政 那麼收集明確之後 再來看看是不是有相關的一些法條 而且有主管單位來處理 剛剛他這樣子唱歌是等於是有損門 台灣人就有點愛話的這種 這個全民都會可以來公平 那這有統戰的氛圍嗎 全民來公平 文化部是強調這一切都要交由 由陸委會來認定 那麼根據了解 現在可能是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中的 第三十三條之一來查處 也就是明定台灣民眾 不得跟大陸政治相關團體 或是有危害國安利益情勢 而如果真的開罰的話 可能的罰款是十萬到五十萬這個區間 那麼現在有可能就是要等到歐陽娜娜 她唱完才會由陸委會來認定 這是我們現場要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再把時間交還給棚內 好 謝謝彩薇 其實這件事情因為還沒發生 十一還沒有到 十月一號當天 看看他到底有沒有登台 到底唱了什麼歌 可能才會有相關的市政 才會開罰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所謂中國大陸十一的國慶晚會上 不只是歐陽娜娜 還有一個台灣藝人 他雖然是加拿大國籍 可是我們一般還是把他當作台灣藝人 因為畢竟爸爸媽媽都台灣人 他也這個叫做張韶涵 他已經在對岸發展很久了 在台灣很少看到他了 他也登台要唱一首歌叫守護 可是看起來 大家對張韶涵的反對意見 好像比較輕微 比較沒有在罵他 對歐陽娜娜的這個踏伐比較大 是不是因為唱的歌曲曲目不一樣 我覺得第一個曲目當然有差 因為守護感覺上就 政治意涵沒有那麼強烈 我的祖國這個感覺 就比較敏感一點 再來我必須講 你要罰他也很難 為什麼 因為他加拿大籍 他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你要罰他什麼 你也不知道 那歐陽娜娜為什麼 這麼引起人家關注 其實我必須說 當然因為他這幾年非常紅 不過他們一家三個 妹妹都非常紅 那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有政治上的 強烈敏感性 因為他父親是國民黨 以前的市議員 還曾經當過發言人 對不對 那傅娜過去也是里長 你們都是曾經當過中華民國公職的人 人家當然會對你投入過 更多關注的眼光 我覺得這是當初就應該會想到 也應該會知道 會造成什麼風暴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經紀人是不是他媽媽 如果是他媽媽的話 會去做這樣的抉擇 我不相信他完全不知道 這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風暴 那我唯一能夠想到的就是 可能在他們的規劃裡頭 就認為說 中國大陸的市場是比較重要的 他們要去那邊開發 他已經不太在乎台灣的市場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也只能祝福他的選擇 每個人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那你就去做你該做的事 因為我們台灣標榜 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那我也贊成就是說 如果你選擇想當美國人 你就移民拿美國護照 然後就放棄台灣國籍 那如果說你想要當中國人 我覺得也很OK 就是每個人選擇都很尊重 你想當日本人 你想當哪一國人都可以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非常敏感 對岸對我們還是很有敵意的 雖然民間交流 我們等一下也會討論到 民間交流其實是順暢 或者是說兩岸人民的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有感情 你看通婚這麼多 通學 我的意思是說 在對岸在互相交換學生這麼多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你很難說情感上 是完完全全是敵對的 那政府是敵對的 這件事情是事實 加上兩岸最近又有這個 所謂兵凶戰危 你在這個節骨園 跑去對岸唱我的祖國 這件事情 你在怎麼對岸有感情的人 恐怕也很難贊同的下去 不過來看看歐陽娜娜 她是傅娟跟歐陽龍的 第二個小孩 她在對岸發展這件事情 或者是歌頌所謂中國 歌頌祖國 已經不是第一次的 來看看去年是2019年的 中國國慶 她其實也錄了這一段視頻 她還講說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 在這裡我要慶祝偉大的祖國 繁榮昌盛 我愛我的祖國 她這一段話 其實當時就有一堆人出來 也是來罵她 說你這個 你如果喜歡祖國 你喜歡中國 你就滾回去你的祖國 當然講的話不是很好聽 不要再拿台灣身分證 那你拿台灣的護照 與身分證對祖國是最大的侮辱 對 那你就放棄 如果你愛國 到底愛哪一個國 請正式宣布放棄 台灣國籍 那當然也有人說 那就這個奇怪了 你們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 好好笑 為什麼要逼一個小女孩 放棄她的國籍 她只是一個藝人 她只是在賣藝而已 也有人說唱個歌有違反嗎 民心真難當 當了政治的肉店 不過就像剛剛賓哥講的 其實並不是說 你唱個歌就沒事 或者是你去對岸做生意 你就一定要選擇哪一個 就選擇國籍 而是的確你做的事情 因為你是一個公眾人 你在公開的場合 你在電視上唱給13億人聽 甚至是全世界的人聽 你的這個身分 其實跟一般的學生 或一般的商人不太一樣 唱的曲目又特別的敏感 時間點也特別的敏感 中國國慶 所以的確你很難說 這個是自由或不自由 唯一我可以想到的自由 就是你放棄台灣國籍 你自己放棄 然後你選擇中國國籍 其實我必須說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其實這兩天 一直有人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不可以講他是祖國 為什麼不能講我是中國人 有什麼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為什麼不能這樣講 我們的憲法不是在規定 中國大陸還是我們的領土 那為什麼不能講說 那是我的祖國 抱歉我必須說 這還是有差的 為什麼 因為畢竟...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承認中華民國的 這個是目前擺在眼前的事實 就是這樣 如果對岸也願意模糊話 雙方都說 好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不要去談 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誰是中華民國人 如果大家有這種共識 大家都說我是中國人 OK的 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就是對岸 他也不是這樣模糊 他還是非常肯定 他認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本身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那你不覺得在這一件事情上 你要更謹慎一點嗎 如果你還想要保有 自己中華民國的國籍的話 我覺得你就應該要去思考 你這樣做到底對還錯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中華民國國籍 對你來講根本不重要 你的事業中心 根本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就去 你就直接拿他的國籍 這樣不是對你自己也比較好嗎 是 那就不用在兩岸拉扯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他的爸爸是歐陽龍 歐陽龍這兩天我們也 就今天大家很多記者也都在找他 不過歐陽龍對這件事情 可能他已經覺得很厭倦 他不想再回應了 因為去年2019年 其實也有記者去找他 TVBS的記者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他希望不只是他的小孩 以及他的後代 就是所有的台灣人都不要被逼問 選擇國籍這件事情 聽起來也是一個做父親的難受 因為畢竟把小孩推到第一線 因為歐陽娜娜才20歲 把小孩推到第一線 接受眾人的公平 或者是某種程度是謾罵 對做父母的來說 都不是很忍心的事情 可是畢竟他是公眾人物 所以蘇貞昌今天也說話了 他說有些人享受自由民主 享受健保資源 身為公眾人物 還去對岸唱不適當的歌 他有點出來不適當的歌 國人自有公平 其實剛剛不管是他或是李永德 都點出一點國人自有公平 就是我可能也不罰你 或者是我也沒什麼好罰 我也不知道有哪一條來罰你 可是國人自有公平 就看台灣社會 你跟我還有電視機前面 網路前面的這些朋友 你們自己覺得這樣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另外當然有一些網紅 比較激烈的就會說 好啦 你應該要這個 這個網紅叫陳怡 他說如果會說要懲處就快點 不要每次都說說 可以註銷他的國籍 讓他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所以網路上很多情緒的東西 都出來了 不過我們還是尊重 如果說包括Oyal Nana 或者是其他的人 希望做中國人趕快去 做美國人也趕快去 我覺得這個應該才是自由 或是民主的真諦吧 其實我必須講 每一次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兩岸之間真的很無聊 每一次就為了這種 你到底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還是什麼人 然後大家搞了亂七八糟 結果我必須說這就是為什麼 過去我們一直覺得說 兩岸之間居然是現在一個狀態的話 如果兩岸的政府都願意放下 那種爭鋒相對的態度 如果都能夠把某一些東西 稍微模糊化 大家不要在政治上的 你爭我奪的話 其實對大家不就都很方便 那這也就是在政治不斷的激化之下 現在就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其實我必須說 Oyal Nana你以為只有他有這個例子嗎 我們台灣有多少台商在 中國大陸 你知不知道他每一次 到這種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常常都會被逼要做這樣的選擇 那有很多台商 其實他們也做跟Oyal Nana 類似的東西 只是因為他沒那麼有名 只是因為你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沒有人去報導他 沒有人在意這件事情 那多少人要因為這樣子 要被迫在關鍵的時刻要選邊站 所以我必須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希望 兩岸之間 是不是真的能夠和緩下來 大家不要在政治上 在那邊去糾結 那如果在政治上糾結 那到最後兩岸越走越遠就算了 到最後我們台灣自己的子弟 一定要面臨更多這樣的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不管是娛樂事業好 或其他事業好 很多 尤其亞洲來講 大部分的市場就是在對岸 人家不選擇對岸的時候 那你要選擇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兩岸的政府都要仔細的去思考 是 剛剛兵哥也提到了一點 中國大陸市場的確非常大 而且我們又是用 同樣的文字跟預言 雖然他們是簡體字 我們是繁體字 可是那個轉換其實非常快 總比你要去學一個英文 學一個日文 或是學一個其他的外國的語言 來得快很多 那如果說 俠著這個文化 或者是語言 文字的優勢的話 自然而然 下一代或是年輕人到對岸發展 這件事情本來是很自然的 可是因為最近兩岸關係 或者是說 這幾年兩岸關係 急速冷凍的原因 所以年輕人 西進的意願也降低了 這是聯合報做的一個調查 就是兩岸的關係年度大調查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項 中國大陸的關係跟台灣關係 現在惡化之下的這個大的環境之下 台灣民眾赴大陸意願的變化 這是過去10年來做的一個調查 我們來看看大概去大陸 我們分成工作跟創業 也先看工作 從民國99年到現在民國109年 去中國大陸工作的這個比例 一直有一點點小小的波動 到了民國106年107年左右 這時候蔡總統剛剛上任 到達最高峰 43% 有4成3的人 可以或者是 或者是希望到中國大陸去工作 那到了去年開始 這個人數或是意願一直往下掉 掉到今年只剩下26% 可以說是10年來次低的 103年是25 然後現在是次低 當然不見得是兩岸關係 還有很多元素 譬如說中國大陸崛起 他給你的薪資也變少了 10年前可能你一個台幹去 你在台灣領4萬 在中國大陸也領4萬 可是是4萬人民幣 可是現在 因為他對你的人才需求 沒有那麼恐急了 或者是台灣人也沒那麼值錢 可能你在台灣領4萬 你在那邊還是領4萬 所以這也降低了很多人 到對岸去的意願 不過的確是 因為兩岸關係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創業 或者是去就職 這個意願都已經 完全跌到了谷底了 我想今年會跌到這麼低 除了政治上面的關係之外 還有疫情的影響 因為你這個時候去一趟 其實是真的很麻煩 你會做這樣選的人真的也不多 除非你本人在那邊 就已經有產業了 另外也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了 也就是其實中國大陸 他現在對台灣的人才的需求 他還是有需求 可是他要的是高端人才 過去那種我們一般的 甚至中低端的人才 隨便去 就是三倍 四倍 五倍的薪水 這種時代 黃金年代已經過去了 人家現在要的是真正的人才 我們就這樣講 如果你是真正的人才 對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真正的人才 你會選擇去大陸 其實也未必 你可能會選擇去美國 可能會選擇去歐洲 或其他的國家 你的選擇就比較多了 所以相對來講你可能中階 或是甚至比較低階的 你會想去中國大陸 可能人家也不見得要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趨勢的變化 我覺得未來大概會逐年 一直這樣改變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人才需求 也會減少 他要的是真正高端的 可是高端的你願意去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人 自己的考量 是 那另外再來 繼續看看聯合報的 這一個調查報告 兩岸關係 年度大調查 民眾對台灣前途的主張 也是一樣 過去很多人會贊成 趕快維持現狀 或者是趕快維持統一 在現在109年的現在 想要獨立的人變多 大家看 從104年 想要獨立 也就是極獨的人 從只有16個百分點 現在今年變成21個百分點 這個增加滿多 增加5個百分點 先維持現狀再獨立 就是緩獨 就是我慢慢的 慢慢在獨立 也變多一點點 其實數據差異沒有很大 永遠維持現狀這一欄 大家注意 其實都一直是差不多一半的人 也就是說在台灣 大概有一半的人是主張 不要統 也不要獨 我們就永遠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在台灣過 我們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 不要改變廣告 也不用急著要跟大物統一 先維持現狀再統一這件事情 過去其實有一度慢高的 就是未來慢慢的緩統 緩慢的統一 這個也降到史上最低 幾乎是史上最低 儘快統一就是極統的人 更是完完全認 只剩下三個百分點了 你看就是環統跟極統 加起來才10%而已 也就是台灣支持統的 這個主張的人 一直都在減少當中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趨勢 不會改變 因為尤其是我們的克剛 或是其他兩岸之間的分隔 這麼久了 未來這個情況 只會越來越低 也就是他們佔的比例 會越來越少 中間的比例高或低就要看 當時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 相處的狀況 整個國際局勢的演變 如果說國際局勢相對 是比較緩和的 我相信維持中間的人就會變多 如果說雙方是比較像 現在這樣子 常常你的飛機飛過來 我這邊過去 然後互相嗆聲的 支持統的人就會變 沒有 支持獨立的人就會變多 我想這是一個 不變的一個大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必須說 兩岸之間 如果持續這樣演變 到最後有一天恐怕就要火車對撞